银行业这些东西拖住了我当时的心脉 但是随着这十年 它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technology的 那个advanced的这个technology contour on 的时候 这些东西让你的生日有太多的改变 就像你刚才说 你说这些东西都特别贵 一点也不错 这个东西我不实话便宜 你先看一个iPhone 它开发的时候 它有多少精力的 而且它们是创造性的开发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前人做到一个这个事情 今天大家拿一个手机一摸 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可是你想想五年前 谁会想到你的手机是用手摸的 对吧 那么它开发的这种东西 它也是 这种up plan的这种品牌 完全是创造性的 没有人给你教你 大学给上个课教你 所以它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是worth这个东西的 那么这些东西比较下来 我觉得最最让我benefit的就是这个reserve 你们可以听到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它在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 它的那个牙齿发炎了 发的那剑里面它四个星期 完全要靠这个消炎药 而且吃药一停下来马上就发炎 吃药一停下来马上就发炎 后来我们因为六月中旬要出去 然后后来我就跟你讲 我说今天我们就吃这个东西吧 它是不听的 大家都一样 哎呦 不信了 对 它算了一定不奇怪 是假的事情 对吧 对 我老公现在还没记住 还没记住 对 对 真是假的 真是它没有办法 但是它还不太容易 它已经吃了五个星期的抗生素了 它们不能提 而且你想这个抗生素对肝呀 对肾呀 对呀 它都不用说 对 我说你知道 而且当时你就乏理的 你说吃的寒在这个 对对对对 哎我就跟他讲 讲的以后他没办法 他从六月一号差不多开始吃了 吃了一个星期以后 哎 他就开始 他就不用再吃那个药 就停下来了 就就不再发炎了 我们六月十一号出去 我一书包给带着动了这个东西 就是我奶疼了 然后天天都给他吃 从那个时候 他知道 他后来你看他的牙就不发炎了 因为他不能拔 因为牙瘾发炎 就是你牙跟你